48世迪迈克尔住在东河乡新昌社区 他说背山面海景致连在澳洲故乡也很难找得到 自己改造农地上的铁皮屋 加装落地窗 山海景致一览无遗 盖机设替农田 不用采买的一个礼拜也衣食无余 我就在台北的时候我常常来这边玩 我不太喜欢台北的感觉很急 大独魂 你在澳洲的时候也是住比较想象长大 我在想象长大 澳洲住哪里? Risbane 南部 对,我去摩尔文大学 我在想象长大 很多国家来的 所以每个人很友善 他们的态度 他们在乎环境这样的事 我觉得这边真的合适我 迪迈克说 他在台北没日没夜工作八年 最后卖掉补习班 搬到以前常来玩的台东邻居 在台北有车可开 但是到处塞车 没地方停车 反而很不方便 而到了台东便利商店门口停车 店员还会主动关系要买的东西 十分有人情味 目前迪迈克除了在网路兼英文著作《顺稿案子》之外 还以台东漂亮幕做成各式的家具 在天母市集台东的多案堂场都买得到 他说目前生活十分轻易 虽然只有一个人生活 但很多朋友只有住在附近 因此打算在台东做好一生 高卫民的暢报导